对,我们现在当然希望赶快能够还是有搜救有好的结果 但是我跟这个田教官的看法是接近的 因为从大家都在问说为什么没有跳伞 那我们过去观察这个从二代战机以来 包括各型战机的这个失事的过去的浅测之间来看 几次失踪的,就是没有跳伞的 事后的调查报告都比较倾向是空间迷向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就像刚刚教官讲的 如果你今天是机电故障,发动机有问题 事实上幻象2000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被疑似鳥急 发动机出现问题,那他们都可以紧急排除的 可以跟这个站管跟塔台呼叫的 随时可以空中可以停车再重新开车 所以曾经都有两名飞官顺利的把一架幻象 这个成功的又开回来 那时候国防部还表扬 这个就机电故障是可以排除的 那比较怕的就是的确 因为它又是特别是夜航 那刚刚教官已经把空间迷向的这个讲的 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只是说像我们过去前例 我记得2008年有一架F-16 它在花林外海 也发生类似的状况 那时候还不是夜间,是白天 那时候它的这个训练过程 它的高度还比这次高 这一次我们空军讲说像这架幻象 它的高度大概5200尺 5200尺其实已经算是比较低了 它应变的时间当然 因为高度比较不够 时间很有限 那在那一次 2008年那一次 那个F-16-14的那一次 它有13000尺 但是最后 军方调查报告说 这最后的关键13秒 只有13秒的反应时间 后来它只是做了一个 这个左弯急速脱离的动作 到8000尺入云 到3510出云 然后就消失了 那就是这个整个过程 就是入云的那个过程 入云的过程非常容易产生空间迷象 另外像刚刚教官讲的这一个 就是说空间迷象 刚刚教官讲说 你在演训的过程 你都做一个比较困难的科目 这个会产生一个叫科室错觉 就是说我一下看仪表板 一下又回头 一下又看又目视 这在夜间非常非常的困难 没错 那中间有一个叫死亡螺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半规管 有三个 就是一个是负责这个左右倾斜 一个是前后抚养 一个是上下的翻滚 那如果你在做一个翻滚动作的时候 有时候譬如说往右滚两圈 那那时候突然产生一个错觉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半规管会有惯性作用 它其实会刚好产生一个错觉是 你往右翻 事实上你身体的感觉是往左翻 那在这个时候 你就算在这停下来的情况之下 你会有一个错觉 以为往左翻 所以你要导正 你要导正的时候 你还是持续往右边压的时候 它就翻得更厉害 有时候这样子一下子就下去了 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次的 这个案件的 这个案例发生过程中 这个危机处理的时间 其实非常非常短暂 如果它的高度只有5200尺 你跟之前这个F16那个案例来讲 它反映的速度时间 可能只有六七秒 反映时间变得太短 只有六七秒而已 你根本连呼叫塔台都来不及 那可能如果是这种情况 当然是最坏的情况 也不希望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 的确它跳伞逃生的机会相对就比较低 那也许就可能这种情况是 最坏的情况就是 人机可能一头下去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 只是说从事后目前的状况来看是这样子 那这一次空军他们的说明 并没有比他 把他的这一次航机的这个状况 只有讲高度 那速度 那他的航机的状况 没有让外界有一个 有一个对外有一个说明 所以他们当然保留某个程度的空间 就是说可能是不是有另外其他的状况 那我们人是感官的动物 其实对飞观来讲 空间迷向本来就一向都是要透过训练去克服 当然这个跟你飞行时速 其实都没有太多关系 美国的这个FAA调查过 飞行时速高六七千小时的 也会发生空间迷向 对 那在训练过程 当然他们都非常强调说 我要相信仪表板 仪表飞行 那怕的就是像这一次说 做这种比较困难的科目 或者是说一下入云 一下出云 一下你要目视 一下要看仪表板 这种错觉过程中 其实人的反应 各方面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所以我也不觉得这一次 就算是空间迷向 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 所谓人为因素 只是说像现在最 这个目前的发展是说 我们尽可能全力的海空 这个能够出动的兵力 尽可能去搜救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好 那我们也来看看一个最新的消息 因为刚刚也讲到 就是说 是不是空间迷向 所以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呼叫 但现在也有人说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因为这个地点 落在共军 日军跟我军 游走的复杂区域 外界有人就担心说 是不是有缠斗的状况 甚至拉低高度 投共的可能呢 对此空军 今天上午回应是说 领空没有重叠的问题 投共也不太可能 有投共的可能吗 还有就是说 我们刚刚也讲到说 都没有发出什么讯号 那现在大海捞针 在那边找人的话 是不是相当困难的 我觉得当然 因为大家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会有很多 意测性的想法 但是他到底能不能成真 或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想今天早上空军司令部 所开的这个记者会 他其实一个很清楚的讲 刚才前教官也说 他不是一个单机的飞行 那这一次的这个飞行 里面事实上是有四架飞机 同时在执行这样子一个 一个训练的任务 所以如果他今天真的有那个样子 我知道他媒体 当时在报道这个的时候 再有个说法 是说那个地方靠近我们 所谓的防空识别区的 一个三角的地带 所以才会有说 他有没有可能就跑掉了 或怎么样 可是我想我们的雷达管制 也不是说只有说 他如果因为这样子 然后我的飞机说 出了防空识别区 我光点就扫不到 大概不是这个概念 对啊 一定也看得到 对 所以像空军司令部 他其实就已经很明白 我觉得他今天早上 当然没有很明确讲说没有 但他讲说这个可能性 其实非常非常低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对于飞行员跳伞的 这件事在录影之前 我们还在跟田教官 在讨论这件事 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因为 来自于电影上面的概念 就觉得说好像 如果跳了傻 在那个海上面 就在他坐在那儿 然后开始发个光 手电筒照照照 或拿个烟雾弹打开 然后有彩色的烟雾起来 那人家就会很快地发现 那可是事实上 他生死的状况 其实并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昨天发生的那个事件 第一个 他的时间点上面 因为他是在傍晚 讲实话 那个六点桌的那个时间点 事实上天色就已经很不好 那我想刚刚都已经讲 就是说你在那个时间的状况之下 你光大白天你要在上面找 你都有难度 那更何况是在夜间的那个时间 所以以我们现在 现有的这个所谓的设备跟装备 我想空军今天早上 其实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明 也就是说 他们从接获到这个所谓的 类似的消息 然后通知国售中心 然后到派遣相关的这个所谓的 因为你S拐动机 已经先到县长去 然后再把舰艇派过去 事实上这都需要一个时间 所以比如说拐动机到那边的时候 事实上大概已经差不多将近有一个小时左右 那样的一个时间里面 然后他们再进去搜救 我觉得那个范围第一个非常大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海域的部分 你如果去看一下相关的资料 那个地方其实海域 那个海洋的那个流速 其实不是算小 所以如果它这个时间下去的时候 你再隔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事实上你就算到它雷达消失的 那个光点的那个位置去之后 那你还必须去研判说 它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讲是最坏的状态 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说 在战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什么设备 它里面可以发出一些讯号 就像在海底也如此 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这个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这个飞机 这个飞行员的身上 有一个叫做PRC的一个发爆器 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它的那个座椅底下 也有一个发爆器 就是可以定位 那为什么我们好像都没有收到讯号 但是如果你没有弹射出来 那个信号是不会启动的 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夜间跳伞的风险 我们大家以为这个跳伞 都是好像像看了神龙小土 跳伞非常好看 怎么样 其实我们在既定上告诉我们 飞机有故障的时候 要弹射跳伞 最后一条 可是弹射跳伞 出来之后的风险 是非常大的 依照我个人在空军飞行部队 飞行那么久 这夜间跳伞能够获救的几率 大概只有两成 甚至低过两成 就跳出来了 我要跟各位讲 大家都以为跳出来 就应该是可以合得了吧 对 大家都以为 刚刚刚仁俊讲了 就是大家以为看电影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 我们跳伞 跳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 这个飞机姿态 一定要平飞的 然后有个仰角 来弹射最安全 如果你的飞机 是翻滚的 是往下的 高度不够 你一弹出来 刚好打到地面 打到海面 直接都打死掉了 碎掉了 就碎掉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弹射出来之后 这个伞张开来之后 我们要落地 尤其落水 要判断一个高度 比如说一层楼的高度 我要把这个解开 我一解开 这个伞就掉了 然后人就 就进水了 请问在夜间 怎么去判断这个高度 你可能太过紧张 你可能在六层楼 当中 你爬上去解掉了 自由落井 从六楼直接打到地面 那就碎掉了 那个水是像水泥地 对 如果你太晚了 你太晚 你都碰水了 你去解开 刚好那个伞 也没有力量了 就刚好把你罩住 就把你往下拉 我觉得困难度 这很高 连白天都很难判断 对 这叫散坡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幻象飞行员 他们有叫做防寒飞行衣 规定18度C以下 要穿防寒飞行衣 昨天新竹的温度 大概24度 所以他们没有穿 他一定没有穿 可是他私事的地点 在彭佳于北边 我昨天研判 那边的水温20度 浪高中到大浪 今天的那个讲 是七级浪 各位这个七级浪 你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那七级浪有多大 我们出去玩 到南湾 到墾丁 风平浪静 这个是我们的观念 各位看过那个海军 在春节的巡异没有 那个舰艇 破浪而行 那个浪打过来 那个浪有多高 比舰还高 我有一个同事 叫做姚 就是姚少孝 他早年 弹射跳伞完了之后 他跟我讲 他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他不敢去看海 为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这个浪 这个浪一来 最少三层楼高 到五层楼高 那个军舰 可以去破它 可是各位想想看 一个小艇 橡皮艇 一个人坐在上面 扒得紧紧的 那个跟空气一样 那个浪一来的时候 把这个艇 就推到七楼高 然后浪一走的时候 他就掉到一楼 然后眼看了下来的时候 隔一下 那个浪又来了 他一个晚上 就在那个浪顶这样子 七楼一楼 七楼一楼这样子 请问他怎么样 去发求救信号 太可怕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早年空军 有很多86 或者F100 夜间失事 真的是很多 很难收救 这位少校 这位上位 能不能救得起来 我们希望他有 上帝能够灵敏他 要不然的话 真的是 我们希望他福大命大号 有好